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于5月11日上午10点公布 就整体的人口数量而言跟以前并没有多大的增幅 总量是14.1亿左右 跟2010年的13.9亿相比增长了5.38% 增加总人口数是7206万 普查的漏灯率为0.05% 人口地区分布 东部地区人口占比为39.93% 中部地区占比为25.83% 西部地区占比为27.12% 东北地区占比6.98% 于2010年相比 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2.15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下降了0.79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上升了0.22个百分点 东北部地区下降了1.20个百分点 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一步聚集 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 占比51.24% 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 占比为48.76% 总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100 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 于2010年基本持平 略有降低 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 将2010年下降了6.8% 男人多了3000多万 虽然看起来不是特别的严重 但其实现实生活中 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这3490万男人 有相当一部分要打光棍了 但当下的价值观 和女性的择偶标准的提高 让失灵的男人苦不堪言 最后归结为一个原因 还是手里没有钱 靠大量的劳动力换取财富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人口红利不可能一直都在 而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以及各种对80后和70后 甚至90后不合理的压榨 也是人们难以生存的原因 当然这不是全部 除去收入的影响 在中国男与比例不协调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比如封建思想 以重男轻女 虽然现在是新世纪了 但有很多家庭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 哪怕生好几个也要争取一个男孩 即使现在已经很多人觉得 生男生女都一样了 但以前的重男轻女观念很难改变 其次 当必超等胎儿鉴定性别技术诞生 并复制于民之后 很多家庭在怀孕期间就去做鉴定 个人生育意愿化 体现有了客观条件 生男生女也能由双亲来决定 这主要是指运用必超等医疗科技选择流产 银产 因此造成了很多流掉未成型的女胎的情况 据估计在中国每诞生一个新生命 就有2.5个婴儿被堕胎 每年至少有3万胎儿 因为女婴而被流产 这也直接导致中国男女比例失调 第三个就是计划生育政策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大致是103比100到107比100之间 这基本上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 80年代中后期 性别比开始持续偏离正常值 90年代以后 男婴和女婴的比例一直超过110比100 甚至有好几年超过了120比100 因为很多人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 仍然想拥有一个儿子 生了女孩 还是想要后面生一个男孩 而生了男孩 很可能就不会再要一个了 特别是像海南 广西等出生性别比较失调严重的省份 恰恰是计划生育工作较为落后 生育率较高 二孩和多孩出生比例较大的地方 此外 除了男女比例失调以外 养孩子的成本增加 甚至很多人都生不起和养不起 延后生育了 我们在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上看到 在年龄结构方面 0到14岁的人口为 25338万人 占比为17.95% 15到59岁的人口为 89438万人 占比为63.35% 60岁以上的人口为 26402万人 占比为18.70% 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为 19,064万人 占比为13.50% 于2010年相比 0到14岁 15到59岁 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 分别上升 1.35个百分点 下降 6.79个百分点 上升了 5.44个百分点 我国 少儿人口比重回升 生育政策调整 取得了积极成效 同时 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未来一段时期 将持续面临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更认为 新生儿出生率相比 之前一定是下降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统计 0到14岁 难道把少儿也算进去了吗 显然这些数据 都完美地避开了一些 不太好的迹象 其实就从我们身边的感受来说 至少新生儿应该是减少的 而老龄化进一步加深 这是今后一定会面临的问题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统计局的副组长 还是期望 有余热的老人 能够继续发光发热 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实就是要减轻国家的压力 这无可厚非 鼓励是应该的 但延迟退休 是不是有待商榷呢 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再深入地探讨了 我相信大家自有辨别能力 出生率下降 人口老龄化严重 那请问人口的红利还在吗 我个人答案是不一定 但现实给了我们 但现实给了我们感觉 就是一定的 即使不再有了 也会有办法让它再回来的 因为我们都懂得 这些不会因你的意志而改变 大部分老百姓 更多的只有无奈 咱们欣赏一下 统计局副组长的说法 宁吉喆强调 要辩证地看待人口变化 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大 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 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 人口与自然环境仍处于仅平衡状态 同时人口增长放缓 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二是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 人口红利继续存在 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 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需要调整适应 三是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人口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 同时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更需加快 四是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 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 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 又凸显了一老一小的问题严重性 需要优化生育政策 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 老年人人口比例上升较快 老龄化已成今后一段时期 我国的基本国情 同时老年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智慧 传承发挥和需求拓展的扩大 这一句写得非常含蓄 五市人口加快聚集 即反映城镇化和经济聚集的趋势性变化 也是对提高承论化质量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以上说的这些 您觉得如何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游侠小周 不要忘了关注我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